1,2,3 嗨,大家好,我是Blan老师 今天我就用华文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保护我们的头发 还有防止脱发 还有延缓白发的问题 其实呢,讲到头发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跟一个人的心理有关 人的心理如果受到严重的打击 情绪方面的哀痛 或者是伤心欲绝 还有很多那种负面的情绪 都会导致脱发和变白发 还有你的生活混乱 三餐可能你不当 日积月累 你的肝 你的肾 的机能就会下降 然后呢,就导致脱发问题 有没有发现到 有时你的压力很大的时候 有一阵子你会开始脱发 或者是身白发 或者是你吃得很不健康的时候 所以说,阮老师的养发方法呢 就是从我们家里DIY 从你的饮食 从你的精神 从你的精气神呢 输干养生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很多方法的 今天我就教大家从食物 还有从那个精油的方式来养发 好不好 那首先呢 我们要学会吃什么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头发的 首先就是那个精力汤 什么是精力汤呢 就是你一个星期至少要喝两次的精力汤呢 就是那个汤里面呢 全部的材料就是对我们的头发很有益处的 我就是在我的养生讲座呢 两年前有教大家就是我们的那个 Hair的power food 它的就是 inions, potatoes 那个芹菜, celery 还有红萝卜和potato这些 参在一起呢 煮一锅汤 那其实这几种材料 还有这个spinich 这几种材料 煮了汤之后 那个汤底啊 其实对我们生法 还有防止脱发 白发问题是非常的有用处的 因为它含有很多维他命 对我们头发有帮助 还有呢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多摄取 就是维他命B1 B2 B6 之类的营养品 那我跟你们大家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然治疗师 真正的天然治疗师呢 就是站在中间 也不偏谈西方疗法 也不偏谈那些东方疗法 就是要很正确的观念 有智慧的观念 去观察和饮食你的食物 比如说维他命丸 很多人说天然治疗师不吃维他命丸 一些天然治疗师就全部维他命丸 所以你要in the middle path 就说如果你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知道你那个月压压力非常大 你就可以吃vitamin B complex with C 你吃那三四天就好了 如果你有严重脱发掉发的问题呢 有时你去找你的医生 就是不是吃那种药物啊 是吃补充维他命的脱发 如果我本身呢 我就会去那个pharmacy呢 或者是GNC之类的呢 看一下一些养生的维他命 我只是短期吃那一个月 然后我就整年不吃了 然后我就整年不吃了 不然的话水果方面 你一定要一个星期呢 一定要吃到苹果 有时候煎鸡蛋 有时候煎鸡蛋的时候 我会放两汤匙的 在这个蛋上面吃 你看一些是Cellabes 放一大汤匙的油在饭上面 这样油油的吃下去 或者拿个面包来沾那个 那一个星期如果你能吃到三次的两汤匙 就是六汤匙的橄榄油呢 对于你头发的问题呢 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还有呢 药材方面 我们就有那个合手屋 黑木耳 还有黑豆 你看我这一包东西对不对 其实我这包东西呢 叫做头发养生秘法 里面就是有关于生发的那些 全部的药材在里面 那时不时呢 我就喜欢拿一把去煮水来喝 这包东西呢 我会在我的9月21号讲座 给跟大家分享 不过过了9月21号呢 我就会在Vlog分享了 那现在呢 就教大家怎么运用到香精油 香精油来让你的头发呢 更加的漂亮 还有防止脱发 我们其实有很多香精油 花油呢 都能帮助到生发 最主要重点呢 这15年 我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Lavandula Vera Schni草 还有 迷迭香 Rosemary 其实这两种油 它能非常的有效 帮助脱发问题 头皮屑问题 呃 就是说 第一呢 每天 你要用一把木树 先每碗树头 大概三分钟 呃 我在电视介绍的木树 是比较大法一点 那个比较好 这个是因为我sample用的 就会比较小法 一定要有这种木呢 呃 然后有一个圆头 你可以用黄阳木树 就是一把 我这边有大概是25块 呃 不然你去它的店买是27块 呃 或者你用什么木都可以 只要是brush and不要太密 怕太尖 它的头 一定要有一个圆圆的头 看到吗 那 怎么做呢 你每天睡觉前呢 你就这样梳 梳 梳头发 就是梳头发财咯 你们有一些叫我做video 怎么梳头发 就是这样梳咯 有些东西要 就是很简单的 不用想太多 那一个星期三次 你可以滴 两滴的薰衣草油 两滴的梅蝶香油 梅蝶香油 已经根据很多科学研究 有帮助生法 有很多商家 就是为了出一些 啊 头发的油 就加入了梅蝶香油 一只卖到很贵很贵 只是里面它那一只 可能只有几滴梅蝶香油 或者薰衣草 所以imagine 你有整只的梅蝶香油 所以两滴 两滴 然后 你就插在这个 木树上面 然后这个棉花表 你可以放在你的 看你的 kitchen里面呢 它能防止那些蚊蟲啊 障碍之身 所以是一物两用的 然后过后呢 你就用这个木树 就从你的 就是法纪这边啊 钱啊 输 15到30下 有时我讲 10下 有时15下 你们就 estimation 就是很轻轻的吧 要有一点力度 从前面输到后面 然后法纪了也是全部输去后面 然后旁边输去后面 那你输去后面 那你的时候呢 你的颈部就是要输下来一点 有没有看到 这些地方呢 都是要输下来 因为减缓呢 那个颈部酸通 所以用到这种好的木 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不说好的木 就是用到这种 有一点弹性 然后圆头是非常的好的 知道吗 然后输了之后呢 那个木树的第二天 这个木的地方 你可以做一个zigzag 你看 这个在到后面 我给你讲 这个会帮助睡眠 你只要zigzag大概五次就够了 然后从旁边 那个眼睛 这个眉毛的终点上面 对不对 直接在到后面 也是五次 然后左眉毛的中间 上面这样 五次 然后旁边也这样 OK 就是zigzag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一个星期三次 你可以放米叠香油 还有这个薰衣草 在这种玻璃的瓶子 或者玻璃杯 你不可以用blastic的杯 一定要用玻璃的杯子 放一两滴 然后摘大概500ml的水 对不对 然后洗完头洗干净之后 就finally用这个水来冲头 一瓶这样可以冲两次 就是连续两天这样冲 我跟你说 有一些艺人就是因为用了我这个方法 他们有严重的那个 头皮线问题啊 都一一的解决了 那第二个video呢 就是介绍要跟大家介绍呢 就是 关于就是怎么用做法油 来做hair tonic 可是呢 首先今天所学到的就是 米叠香油 还有这个薰衣草油 那我跟你讲 生法的油呢 是有四五大种 OK 还有的就是 柠檬油 在里面我最大我介绍的柠檬油 还有就是 Rose Urineum 天竹葵油 那记得了 这四种油是帮助生头发的 你可以有时 迷迭香 还有薰衣草 再棉花 有时迷迭香和柠檬 有时 迷迭香和天竹葵 就是你要一直更换不同的材料 如果你是beginners的话 你就用迷迭香和薰衣草 那有时 你rinse头发的时候 对不对 你要有那个hair shine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迷迭香 还有天竹葵 柠檬油 那有时 你什么都不懂 就as long as 它里面有这个 迷迭香一滴 然后其他 你只要滴两三滴 就可以了 今天就介绍到为止 下一个video 请锁定 锁定哪里啊 罗安老师 与你怎么做 hair tonic 可以省八十多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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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